因临近交流道契机车与大型车辆把桃园市巴德区和平路段是挤得水泄不通 为改善拥塞的情况交通局将原本行经和平路段的三辆公车改道行驶 由176公车替代活化巴德转运站同时改善交通问题 新路线起用 桃园市巴德区和平路段临近交流道及工业区 交通局为改善交通拥塞状况将原本行经和平路的713、715、717路公车改道行驶和强路 同时为维护和平路段居民权益 由176路公车代替原本路线事半三个月观察成效 循环线最主要是要提供我们大南地区往返巴德转运站的一个事半公车路线 那么这条路线可以提供这个巴德大南地区更为便捷的往来这个巴德转运站 176巴德转运站到大南循环线仅在平日行驶共有12班次 民众可以借由176路公车搭乘至巴德转运站再转程抵达台北捷运或长庚医院等 可有效利用巴德转运站让搭乘更便利 也希望能够借重这条路线能够吸引更多巴德地区的民众来多多使用我们这个巴德转运站 176路公车收费方式等同市区公车 一样是用T-Pass月票 另外使用桃园市民卡乘车还享有买一送一的优惠 让民众搭乘大送运输能够更加便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